503公尺 當地人習慣用自己居住的地方 來命名姓氏 命名姓氏 那你說 有沒有去過北海道的 北海道 北海道有一部分 很多都叫做景天一 景天一也是一個地名 景天一這個地 這個地方 是日本最早的原住民 艾奴族所居住的地方 所以說現在 北海道有很多的地名 就是依照艾奴族 然後去取來去秘密的這樣子 像 大家休息一下吧 這整條都是沿著海 公路 我們現在在走的是這條道 這是一個海灣 我現在沿著這條村道過來 南北的也是都沿著海 不一定 都沿著海這樣 都沿著海 因為他東西狹窄 對啊 像說實在 而且我覺得我們這條數字 其實還是算是蠻高的 昨天到機場報到的時候 我發現你看 沒有人遲到都遲到到了 對對對 而且我們匆匆忙 不急不許 還有可以去辦快速通關 見到裡面有充分的時間 可以幫我點睡一點 真的是 真的是不錯 而且那也像之前 有些客人會問他一些問題 他有觀察到 為什麼這裡的日本的車牌 有分那麼多種顏色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發現 綠色 黃色 白色 那為什麼日本的呢 怎麼會做事情 比如說開車都那麼熟規矩 你不 其他行李沒有爭埃 好像從來沒有聽過他們在裝喇叭 還在說 都那麼熟規矩 不會超速啦 闖紅跟這樣 你會問這些問題 反正就是說 你被這個地方感到興趣 你有在用心體會這個地方 你才會問他這些問題 那我聽到其實心裡面 滿欣慰的 為什麼日本的車牌 會分那麼多 第一個綠色 綠色是做什麼用 營業宅客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坐這個巴士 還有計程車 就是綠色的 那白色的話 它依照CC數來分 白色的話 1000CC以上 幾千CC都沒限 那黃色的話 660CC的 660CC的小車就是用黃色來區分 黃色來區分 那日本呢 所以做事情 會那個守規矩 其實 也不全然是天生的 當然還是有後 這個後 後面的這個法律 去規範 去制約 不然我們講實際上 日本人做黑暗店的程度 比我們想像中 多出很多 多出很多 才 這樣才會 常常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會發生在日本 因為日本這個民族性 是極端的這樣 雙 壓抑性格 而且有雙重人格 雙重人格 這樣子 那 各位 像日本的考駕照 它不是考的時候 不是一輩子擁有 五年為期限 那這五年內 如果說你造勢違規 點數被扣廣的話 就改為一年 那在這一年內 你再違規的話呢 怎麼辦 直接的調銷駕照 那可能隔個幾年才可以考 這個是我日本的朋友跟我講 那你就 已經被扣了 被扣了兩次 再去考 估計上也考不上 因為監考的能源是誰啊 請忍 請